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小君台湾Plus频道上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吴嘉隆 今天来谈台湾这边一个新的话题 就是金融圈里面台新金 新光金昨天深夜开了记者会 那么这个提出新的换股的条件 那么换算下来台新金现在提供的收购价格 从原本的11块3毛2 调升为14块1毛8 那么中信金那边的提出来的收购价格 换算下来是14块5毛5 所以台新金把他的收购价格提高 然后接近中信金的那个价格 就是说没有差那么多 请大家注意这一盘棋 中信金决定那个公开收购的时候 所提的价格 根据媒体上报道的换算 就这叫14.55元 14.55元相对于台新金提供的价格 11.32元 那么等于超过了三成 因为超过了三成引起震撼 大家觉得作为新光金的股东 他的权益来讲 从他的新光金被并购的这一方的股东权益来讲 那应该是中信金的提案比较有吸引力 那这就给台新金压力 所以台新金昨天晚上等于是 主要就是提高收购的价格 可是一个问题来了 美中不足很可惜 中信金跳进来 被媒体形容为抢亲 台新金号称是合议的并购 所以是在谈论分价 对不对 那你现在中信金跳进来抢亲 所以他出的价格 当然要有让别人觉得有道理 所以超过三成 那你现在台新金要缓击别人的抢亲 你为什么不直接把价格调得比中信金的出价高一些呢 你为什么说 我14.18比14.55差距小多了 那你为什么不稍微领先一下中信金呢 哪怕领先一点点 你为什么不领先中信金的报价 假设你今天台新金的报价 台新金最新的报价是15.18 而不是14.18 那么领先中信金的14.55 那这样不是让大家整个对台新金刮目相看吗 为什么中信金敢超前台新金三成的报价第一次 那为什么第二轮的时候 台新金不敢超过中信金的报价呢 哪怕是一成五都可以 你不用三成的话两成也可以 那没有 它居然还稍微落后 这里已经点出来台新金底气不足 这是一个很可惜很美中不足 但是台新金也不是没别的办法 这个台新金跟新光金的一个优势 就是说他们是系出同源 企业文化相近 大家那个合并的时候算是和和气气 然后台新金大约占52% 新光金大约占48% 其实这个比例有点问题 因为台新金的资产规模 这个金控 它是3.2兆左右 然后呢 新光金的资产规模是5.1兆左右 两个合并的话会变成8.3兆 资产规模 那就整个金控排第四 因为中信金是8.5兆左右 那第一名的国泰 号称13兆多 第二名的富邦金 号称11兆多 那所以第三名是中信金的8.5兆 所以如果台新新光合并以后 资产规模到8.3兆的话 那就可以排第四 就是逼近这个中信金 那你既然要追求合并 合并以后 一定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 股金中外无异例外 合并的一方 要并购别人的一方 一定有融资问题 就是说你如何去筹措 你的那个并购所需要的资金 那台新金可能会觉得说 我要保留一些现金 所以我发行一些特别股 相当于像股东借钱三年 三年后再还 你说台新金要把一些现金 保留在手上 以便增资自用 这就是并购的融资问题 并购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报价 一个是资金来源 融资问题 这两个是绝对存在的 台新金本来就应该 为了这一次并购 要么增资 要么花行债券 向市场借钱都可以 就是一定要有融资的配套计划 而不是只有一个并购价格的提出而已 你提出并购价格的时候 通常你会计算并购以后的综合效益 你要做实地查核 你会去做实地查核来了解各种资产 他们的报酬 他们的成长性 未来性等等 然后最后综合的结果 你提出你的报价 本来是这样 这是一个报价 然后第二个就是融资 任何并购都有资金来源的问题 从一开头就有融资问题 那融资通常是怎样 通常你会有几个 所谓投资的大亨 然后你会有一些私募基金 接下来你可能会发行 债券来借钱 然后看看债券的销售如何 然后最后银行连贷 通常会有这几个资金来源 银行连贷通常是放在最后 他们看看前面有投资大亨跳进来 有私募基金跳进来 债券也卖得很好 那银行就敢跟进 银行最保守 银行可能就比较敢提供联合贷款 那银行肯提供联合贷款 也会让前面的人 投资大亨或者私募基金敢跳进来 这是大家等于是 变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一样 我知道你会跳进来 那我也愿意跳进来 那我愿意跳进来 可能你也就因此跳进来 就变成会有一种正向循环的效果 总而言之 融资的时候要让可能的投资人 对这个并购产生信心 觉得这个事情值得做可以做 所以台新金或者跟新光金一起 应该花很多时间 不但在内部做讨论 不但对股东做解说 而且应该对投资圈做介绍 然后融资 就是取得更多的资金来源 这是本来就要做的事情 看起来台新金没怎么做 所以会觉得资金很紧 然后就变成说 提高价格的内容里面 有所谓特别股 特别股三年 按照三年定存的利息 再互利息 其实这个表示说台新金 在并购的融资这个部分 做得太不够了 任何并购案 一定一开始就 一定要考虑到的两个问题 除了并购价格的提出之外 就是一个融资来源 第三个 并购方案的第三个就是 如何整合两方的人事 人的问题整合 比产品的整合 比业务的整合 比策略的整合还要重要 是人的整合 决定并购 最后决定并购案的成败的是人 包括高阶管理层的整合 包括专业人才的整合 包括一般员工的整合 这个人的整合 才是并购案成败的 最重要的地方在这里 所以总共至少有三大领域 并购价格 并购的融资 然后再来人的整合 这三块都要能够提出 有说服力的方案 才能够推动促成并购案的顺利进行 是将来 这是有关台信金这边 就是你既然要提高收购价格的话 你为什么不一举盖过中信金 如果你敢盖过中信金的话 那整个局面 人家会对你刮目相看 会赢得更多的支持 第二个问题是金管会 但在金管会的立场 台湾就是银行太多的问题 overbanking 绝对是一个要面对的问题 台湾本身的市场 不足以养出这么多的金控 台湾的金控是一定要整并的 然后台湾的金控整并之后 才有可能向中信金提出来的愿景 就是要打造一个强大的金控集团 甚至于成为新的富国神山 就是说能够跟国外的银行 能够有竞争力 那光是亚洲的话 比如从日本到新加坡 台湾的金控要规模够大 竞争力够大 能够打国际金融的游戏 能够进入国际金融这个圈子 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一件事情 金融并购的真正的判断标准 思考的标准 是你要打台湾杯 还是要打世界杯 就这么一个问题 你如果只是要做台湾的生意 在台湾说我是第一大金控 这有什么 你去跟新加坡的银行 跟欧洲的银行 美国的银行 日本的银行比 很多国际金融业务的话 你看我们国内就有很多外资 也包括瑞士的银行 美国银行 欧洲银行 甚至于澳洲 很多国际金融机构 都在台湾有在做生意 那你台湾的银行走出去 在国际上 也是要碰到很多国际对手 所以你要搞清楚 你不要只是想说 你在台湾是第一大 这不够看的 所以我呼吁金管会 一定要看出这个问题的症结 在于台湾的金控整并之后 是要打台湾杯还是打国际杯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确立国内的金融的游戏规则 比如说并购的规则 以后要多考虑各种可能性 然后有足够的监理跟规范 让民间的业者有所遵循 业者当然都想要合法合规的做生意 那问题在于法规 有时候跟不上金融创新 所以金融监理单位 要注意到这个问题 早点规划出金融并购的规范 准则等等 让民间业者能够公平竞争 所以如果是基于这个考虑 理论上金管会要开放 也应该开放 就是尊重市场机制 开放第一并购 并购本来就是大家来竞争 提出各种方案 从报价到人的整合 到如何进一步能够产生重效 提出一个比较完整的论述 来说服市场 说服主管机关 据说现在金管会要求中信金补件 包括中效是怎么计算的 也包括提出公开并购之前 中信金这边的关系人 是不是有提前在买新光金的股票 做这些查核 可是金管会要进一步 因为金管会看的是 整个台湾的金融竞争力如何提升 那么我们这些金控 除了业务的整并 创造规模经济之外 将来还要培养 能讲英语的金融人才 金融专业人才 我们要让我们的金融业务能够跟国际接轨 在国际上有竞争力 不只是在玩台湾内部的一些金融的 融资筹资 投资财富管理 这样 因为如果台湾要发展成 国际资产管理中心的话 那我们不仅要把外资请进来 而且我们的金融机构也要到国外去 所以台湾的整并后的金融机构 是要打国际杯 不是打台湾杯而已 所以我们所有内部的监理 所有内部的整并 全部要用这个角度来思考 我们有没有能力去打国际杯 我们的金融监理金融游戏规则 是不是很明确 是不是很可行 能不能把民间业者往这个方向来推动 这才是我们要观察的点 那么回过头来看 星光金本身有一些资金缺口 那么不管台新金也好 中信金也好 还是将来还有其他金贡要跳进来抢金 都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要增资 要有能力从资本市场来增资 来填补这个所需要的资金缺口 所以台新金也好 星光金也好 还是任何其他可能参与的金控一样 并购过程当中 肯定都会有融资问题 然后这个融资不光是并购本身的需要 而且还包括将来合并后 如何整顿新的公司 如何对新的公司里面的一些财务缺口 能够有足够的资金来源来填补 所以这个是一整套的事情 那我们从台新金提高收购价格 提高换股比例等等来看出来 就像我之前已经提出的 在并购过程中 不会说一价到底一次报价就完到底 没有没有这种事情 所以现在我讲这句话应验了 现在台新金提高它的收购价格 那么接下来看中信金 中信金有可能再把价格再提高也说不定 就是说它会创造它的报价比台新金的最新报价 还要领先个比如说两成或三成 让新光金的股东动心 他要来抢新当然要让新娘觉得你这边比较好 愿意嫁过来 所以中信金可能不会满足于说 我用14.55来领先你的14.18 然后呢 这个我又不能宣称是合意诟病 所以中信金如果是敌意诟病 公开并购的话 那它一定会提高 正常推理 它会提高收购价格 然后让新光金的股东觉得 这个差距实在是够大够诱惑 那值得考虑 否则的话新光金就这个按照事前的安排 叫做所谓的合意并购 就直接跟台新金谈就好了 所以中信金如果要有足够的吸引力 说服力的话 我估计它会提高收购价格 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么台新金这边可能已经没有时间 因为他们必须在临时股东会之前 把案子敲定 然后让股东等等可以思考 可以做出决定 所以台新金比较没有再更新报价的时间 但中信金因为公开收购后面 等到主管机关如果真的有通过的话 有放行的话 那它后面还有相当多的时间 那个来展开这个公开的收购 等于也在调整它的一些收购价格一样 那到底它说最多买到51%的股份新光金 那另外的49%如何 它也没明说 总而言之并购以后 中信金这边可能还要再补充说明他们的具体方案 但是我估计眼前当下首先一件事情就是中信金对于台新金提出新的收购价格这件事情有什么回应 这就是我们观察的下一点 那我的猜测是中信金会有反应 它必须证明它的报价比台新金的报价始终是比较优秀 比较有诱惑力 那值得新光金的股东认真考虑 它肯定要摆出这样的一个姿态来追求新光金 如果你只是领先人家一点点 那人家戏出同源兄弟和解 你干嘛跳进来破坏 中信金如果不提出一个相当有诱惑力的报价的话 那会被别人解读为 就是你估重量在那边耍大牌 在那边想要告诉台北金融圈 我回来了 那这样子的话有点上气不接下气 就是不够有利 我估计中信金会有回应 如果中信金没有回应的话 那除非是说给主管机关打回票 那就玩下一轮 玩另外的其他办法 如果金管会看过中信金的补件 最后有放行公开收购 那么中信金肯定要有所反应 就是说对于台信金的最新报价 说不定中信金继续提出超过三成的报价 那说不定会到这个16块17块什么的 不一定不知道 那总而言之 我们从这一次的这个台信金 新光金的并购这件事情 可以看出金管会应该借的这个机会 有这个机会把很多金融并购的规则更明确 让业者更可以遵循 然后因此促成台湾的金融并购 做更多的进展 然后我估计现在15家金控 最后可能整并成六七家 应该不会超过七家 大概有一半的金控都要被整并 像金控的后段班 资产规模最小的是国票金 才3800多亿吧 资产规模 那再来的话像永丰金 台信金 这个玉山金 元大金 这些都是属于后段班的 那中段班的就是有一些官股的 叫做像那个以前的省属三银行 华南金 第一金 赵丰金 台湾银行 金控 这个这些属于比较有官股色彩的 然后前段班就是国泰富邦中心 或者合并后的台新新光 是这样子 所以将来估计 台湾的金控 一定要再整并 整并完了之后 可能都还不够大 你跟国外的银行比 可能说不定都还不够大 那你不整并是不行 台湾这个所谓银行过度 扩充的这个现象 一定要先把它解决掉 银行界之间承担风险的能力 跟你的资产规模有关系 然后跟你的那个现有的银行证券保险三大块 可能还会加上资产管理 这总共将来会有四块的业务 那么这个我们让台湾的金控业者 透过整并提升他们的实力 提升他们的竞争力 提升他们打国际杯的能量 这是台湾金融可以期待的一个展望 透过台新金 新光金这件并购案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台湾金融业的整体提升 看到的是金管会 能够引导台湾的金融 往这个方向来发展 我们要打的不是台湾杯 而是国际杯 好 以上 谢谢 万家乡全国第一家采用太阳能发电的大型酿造厂 洁净能源 纯净酿造 产品添加物少 用得安心 安全 卫生 符合欧美潮流 通过洁净标章评鉴 万家乡洁净标章系列 一家烤肉 万家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